今天要做南瓜排骨饭 首先把排骨放入网锅 加水 稍微盖至排骨 15分钟 50度 速度3.5 完成 耶 赶快把排骨洗干净 然后加入蒜头 浸泡过的虾米 油 5秒 速度6 剁碎 剁碎完成 将成品刮下 3分钟 120度 速度1 爆香 这时候你可以腌制排骨 加入蚝油 酱青 黑酱油 胡椒粉少许 一点点的白酒 搅拌均匀 腌制 爆香完成后 加入排骨 6分钟 120度 速度反转小汤匙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清洗 白米 在蒸盘上铺上烘焙纸 加入南瓜 姜菇 2分钟 2分钟 120度 反转小汤匙 汤煮完成 加入洗好的白米 加水 3分钟 100度 速度反转小汤匙 汤煮完成 加成品 加成品 倒在烘焙纸上 然后加水 架上蒸锅 蒸盘 盖上盖子 25分钟 25分钟 Varoma 速度1 蒸饭 完成小心翼翼的将成品从蒸盘中取出 轻松做出南瓜排骨饭 哇 毕竟